入秋之後 天氣轉涼了 那麼其中北臺灣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明顯有涼液 至於中南部要留意日夜溫差大 但是回顧今年是全球高溫不斷在創紀錄 甚至九月份的平均氣溫大幅破紀錄 也就是因為天氣變化大 現在正值換季 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峰期 近來統計大約是有六種病毒來襲擊 而共同症狀都是會出現咳嗽 尤其醫生提醒了說 五歲以下的嬰幼兒要當心 一不守心 容易引發重症 現磨豆漿冒出熱騰騰濃煙 以合就超暖胃 全台進入秋季 東北季風增強 天氣微涼 對於北臺灣這個地方的氣溫 稍微的略降 這樣影響是比較有感覺的 至於中南臺灣這裡 其實因為冷空氣的強度相對之下 沒有那麼的強 所以感受上比較偏向是日夜溫差比較大一點 未來會受到兩波東北季風 以及大陸冷高壓影響 全台氣溫略降 得小心日夜溫差大 受到全球暖化影響氣溫高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數統計 九月全球的平均氣溫增加的幅度狂飆升 比二十世紀高一點四四度 以及連續四十九年高出平均值 今年的九月也破紀錄成為史上最熱 外界關心十月是否會出現秋老虎 讓北臺灣這邊的溫度就會比起其他時間稍微的上升一點 中南臺灣這裡的溫度持續偏高 所以天氣又比較晴朗的情況之下 感受上就比較偏向是夏天 正值換季時節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峰期 有六種病毒同時襲擊 共同症狀就是出現咳嗽 在十月初淚流感救者人次就超過十一萬人 一然上真的是會咳到不行 號稱小孩殺手的人類兼職肺炎病毒也不容小覷 尤其五歲以下的嬰幼童更得要留意 因為症狀向感冒不易察覺 得到會高燒不退 劇烈咳嗽 還有可能會引發重症 季節交替更容易招糧感冒 醫師建議能打流感疫苗增加免疫力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介章 請問江成俊 台北報導